李歐凡教授 歡迎大家來做我們50周年校慶活動 報民公開講座的 我們現在是首場的講座 我們大學在3月到10月 總共會有8場公開講座 分別是中大各位各學院結出的學者主講 講題內容豐富 你們留意一下那些開報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李歐凡教授和關子雲教授 為我們做第一場的演講 今天我非常榮幸 在中大慶祝50周年校慶的時候 來第一次做一個演員人 我更高興的是請到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們一起在中大生活過的 從今生活過的關子雲教授 所以今天的程序是 我先來做一個演員 然後請關子雲教授來講 講完之後我做一個評論 我們有點對話 然後希望各位多提問題 多參加意見 整個的結構是像三明治一樣 中間的肉是由關子雲教授提供 前兩片麵包是由我來提供的 我就從信雅講起 大家都在很關心的問題 就是信雅的精神是什麼 所以我看這本書的時候 就先去找前先生怎麼講信雅精神 結果我找到了一段話 他起先說信雅有沒有精神 他說有精神 可是什麼精神呢 他說很難講 那麼他對於精神的定義 以及他對於信雅的精神 怎麼樣提出來呢 容我讀一下這段話 他說我們今天的處境 就好像拖著一個久病的身體 偏偏要立意寫一篇好的文章 我們此刻正扶著病在寫 我們更想把在寫這篇文章的一番努力呢 來扭轉這個病狀 那一定是一個花一段精神不可的 所以信雅的精神就從這裡開始 所以我覺得錢穆先生 對於這個中大的一個寄託 其實中大這個名詞 中文大學 據我知道是錢穆先生定下來的 所以他不只是說中國話的大學 而是有中國文化深意的 有人文意義的大學 所以我當時就是覺得 相對於殖民地的香港大學 我當然要回歸有中國文化意義的大學 蔡元培先生說 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要尋思想自由的原則 兼容並包 這是一個很簡單 尋思想自由的原則 兼容並包 他的像就擺在這裡 左邊的這個就是 Wilhelm von Humboldt 右邊就是他弟弟 是Alexander von Humboldt 他可以說是特別重視 對於所謂的 就是求學 學問的基本的本質 要有一個實質的掌握 以及很強調一件事 學問不是空洞的 只是純粹的求知 教學研究相跡發展 你看到就是 其實就是 他就說 只有研究在挑戰 在教學相長之下 才可以真正是 令到學問可以持續地 和累積地向前發展 其實一點都不新鮮 我們先看回我們的 這個禮記學記裡面 你已經看到 所謂教學相長 是什麼意思 禮記學記裡面說 事故 學然後之不足 教然後之困 知不足 然後能自反 知困 然後能自強也 故弱 教學相長 鴻寶特也都在文件裡面 都提到 他說 國家在教育資源 分配的方式上面 其實就最容易 對教育的本質造成損害 這個你發現 這個 其實 當頭一棒 OK 而 學術長的自由 他就說 學術自由的威脅 不但只是來自國家 而且可以來自高等學府 即是大學本身 這個 其實可以說 也是對於我們 在特學裡面的校管 他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呢 應該站在教研的角度 因為站在管理 甚至是政府的角度 也可以提出很大的反思 大學和社會的關係 不是一個 utilitarian的關係 不是說 社會需要什麼 大學在訓練什麼 這是我反對的 大學是一個培養 社會人才的人 社會 畢業生出來 將來一定要為社會父母 甚至於大學裡面的教學 都是為社會父母 那個關係 應該是一種對 對境的關係 社會影響大學 大學影響社會 但是不是一個直接的關係 那個是我的一個聲音 當然有位先生們 我得要評估一下 香港的各個大學的情況 你可以抬開那個 Ranking system 現在就講Ranking 現在的Ranking 據我所知 是阿州 香港的各個最高的 是福吉大學 第一高的是港大 第三高的是中大 但是我的問題就是 誰去給那個Ranking 那個Ranking 那個Ranking 當然要發到好幾歲了 我在Harvard高了三年去 從來模仁港Harvard的Ranking 根本 是字不屑 謝謝 旁邊 坐ен 帶人